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中午时间有一则消息是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周五在东京附近的横须河海军基地表示 美国和日本正在商讨研究利用日本的造船厂维修在东亚海域巡逻的美军海军军舰的可能性 这只是一句话 但是这偷出很多信息出来 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一点 为什么还在探讨这个可能性 因为美国现在所有的军舰如果出问题的话 都是直接拉回到太平洋 就是太平洋基地 就是夏威夷 如果大问题一般都是拉回这个圣地亚哥海军基地进行维修 这个一般啊 因为这个军舰的维修 更多的不仅是能力的问题 重要的是啥 是它的相关的保密机密程度 是吧 所以它不是说谁都可以去帮助美军 是吧 去维修军舰的 所以现在如果说 所以现在正在讨论 正在研判日本造船厂维修军舰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可行的话 那就意味着日本跟美军的关系啊 就进一步升级了 到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啊 这个安全认证 相当于安全认可 然后美军 如果可行 第一 等于说美日之间的关系 它会进一步进入到美国 相当于这个最核心的啊 就是美国将会给日本颁发很多 因为维修嘛 主要是需要很多维修工 以及各种工程师 各种这个机工 这都要经过美国的最高级约的安全许可 是吧 他美国 有些国家 它是不发这种这种认真的 都不是美国公民 你是不能登录 你上美国的军舰去维修的 因为有的安全许可只发给美国公民 是吧 否则的话 他是不给你发的 没有这个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 你是做不了很多事情的 是吧 你只能啊 比如说 如果你是低级别的安全许可 是吧 但那可能你只能做一些表面工作 就打到卫生啊 这种 是吧 就是做做 开个车啊 运输啊 这些 但如果一旦啊 这个可行性具备 并且通过的话 那相应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可以帮助美国在东亚 保持更多的舰船的战备状态 因为美军线的军舰 海军规模在全面扩大 除此以来还有一个就是太平洋舰队啊 正在全面扩大 现在隶属太平洋舰队里面的最强的第七舰队 有着多大七十艘舰船和潜艇 其中大部分都驻扎在日本啊 所以 这个如果还有一点 如果日本的船厂来维修美国的这个海军舰的话 那就意味着日本这些船厂的 它的防空能力 防核大击的能力 以及啊 它的整个的这个安保升级能力 肯定要全面提升 是吧 第一 防止什么间谍啊 渗透 然后防止啊 各种所谓的游行示威 民意抗议 还有防止啊 这个导弹打击 然后还有就是卫星探测 卫星监控啊 等等 这所有的都得要考虑 但是美国现在正在考虑这个事 它其实也意味着很多 是吧 就是 美国它不得不考虑 因为这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啥呢 等于说 对美国的这些政客来说 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什么叫多一事 太平洋 夏威夷的维修基地 以及圣地亚哥维修基地 它是很老的 它一直在做 都很安全的 它的系统 它的整个的体系都打烧得很成熟 如果在日本重新开拓一个 就冒着很大的风险 以及不确定性 如果未来 这个验证是失败 那谁 推这个项目 就是将军级别的 可能就面临着被弹劾 可能还会被责任 说这个说白了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但是为什么在如此情况下 还得这样推 可见就是在亚洲的这个情况 让美军不得不宁愿 这个投入巨资 以及宁愿麻烦很多 也得开辟 在日本进行维修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可惜性研究 意思是说 因为 是吧 就是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 跟中共国 接下来的一系列的 这个快速 快速运转的一个能力 这也是形势所必 说白了 就是中共 毕竟 是吧 它的这个 这个现在的 这个生产能力 摆在这里 所以让美军不得不考虑 这一步棋 这个阿艾先生 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可以看 从侧面可以看得出几点 首先第一 美中俄 在未来的 在东北亚的冲突 是 还是不可避免 不然的话 美国不会心事动众 去 这个样子 比如说提交这样一份计划 或者是讨 这份计划已经在讨论之中了 因为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说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面 战争突然爆发 然后 在东北亚战场 海军又是 海空军又是主要的力量 那么 就是说你打起仗来 你不管怎么样 中共和俄罗斯 再烂 再比不上 那个军事装备方面 再比不上 但是这个战场的所有的消耗 这个都是要 预先要考虑的 这个就跟做一个项目的预算一样 就是美军就一向是 美国你看从 二战开始 一向就是这种 料地从宽的这种打法 包括他的后勤 也进行料地从宽的这种 就是说部署 那么 就是说你 你如果说万一 有个散伏的战争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你把 团再拖到夏威夷 然后再去修 再去怎么样 这个补给线就拉得太长 然后势必会造成 就是说战略上的 怎么说呢 就劣势吧 对吧 然后同时就是说 设想一下 如果在东北亚开战的话 那么不光 日本是作为 可以作为一个后勤补给 然后维修基地 然后补给美军 然后还可以 就是说包括其他的联军 比如说什么 澳大利亚军队 然后 那个就是 英国的军队等等这些 因为你们如果说玩过 即时策略游戏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你的 你的那个 在开战之前 那个你的电 你的后勤设施的 位置的摆放 这些都很重要 你补给线不能够拉得太长 然后也不能够 靠近前线太近 所以说再加上日本的那个生产能力 就是说日本你看 它的工艺各方面是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日本的那个F-22 对吧 不是F-22 就是F-35 从美军买的F-35 然后直接给它图纸 给它零件 他就能说 日本的这种就是加工工艺 包括他们的生产能力 还有就是这些人员的素质 对于维修军舰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工艺培训上面 这个不是太大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有中共派的人 就是说渗透 比如说你一两个 叫什么维修工啊 或者是关键岗位上的工程师啊 然后被中共埋葬啊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不是不可能发生 就是说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那个 之前美国海军爆出来的 那个航幕上的那个亚裔 对不对 也是就华裔 也是工程师级别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都是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考量 就是在防渗透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也离中共国 也相对比较近 这个样的话 而且日本本来就在 那个地震带上面 然后就是说万一 对吧 中共发动一些什么 这种用些什么手段 搞个人工地震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 很多很多因素都是考量 但是优势 唯一的优势就是说 离就是说是东北亚战场 就是说最近的 也是最快的一个补给和 后勤支持点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有风险肯定 但是也有那个 比如说有利的地方 所以美国现在 我觉得他们 他们这一层的考虑 也就是 怎么说的 很合理 然后也就预示着 未来 这个 冲突肯定是已经 已经是走在路上了 再加上 近期那个 就这两天 英国国防部发布的 那个消息说 对吧 那个 说要 我们已经从 战后 逐渐走向战前 在五年之内 做好对中俄 并发生冲突的准备 这个 这一系列的情号 都是普遍 所以说 都可以 很明显地看得出 好对中的 是的 这个像这样的项目 拿到国会 去审批的时候 别人肯定就会问你 凭啥 为啥 一定要有情报足够 正式的情报来源 说 未来多少年 就会跟中共 开战 中俄 否则的话 你根本没法说服 国会 别人说 你是不是他妈的 想浪费拉税人的钱 在这里搞 因为我刚才说了 在日本搞 那不是说 你以为 简简单单 就去 拿去修就行了 那得建 很多防空系统 防空导弹 基地所有的安保 是吧 甚至 里面的 这一系列的系统 监控 监督 是吧 然后 万一 是吧 还有你的 整个的 这个情报 保密 还有包括 那你的事情太多了 质量管控 是吧 这些东西 远比 远比啊 这个 说白了 就跟 重新造一个造船厂 没啥区别 因为 维修厂 你看所有的维修 船的都是造船厂 出来的 啊 而是美军 军舰 那都是最高级别的 最高机密的 是吧 所以国会肯定会问呢 啊 那你是不是啊 要挑起战争 啊 你如果这个 军方在这里 申请的文件 说白就像那 相目可行性研究 你说你一点情报都没有 啊 就是我那么猜啊 未来 那美国会肯定不会打理 绝对是有足够的实锤的 证据啊 未来 多少年 绝对会开战 绝对 啊 是不是 百分之百 要不然别说 你这个 为啥你 你非得要说 咱那个军舰就容易坏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他说的是 对 战损 是不是 战损 对 就是说 就是说你看 你看美军的那个航母 就是说他不是 目前来说是 还没有开战 不是在战时时候 你看他的那个 呃 巡逻部署 都是呃 轮换制 就是呃 在外面跑了 然后他 后 呃 后方 他始终是有 那个造船厂 始终是有一批 军舰是在进行 不管是军舰也好 航母也好 是在进行那个 维护保养的 他维护保养尚且如此 你想想看他维修 因为军舰那个东西维修 呃 你们如果说 你们看过这种什么 技术片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透露出来 就是说 全部都是开膛破度 这种样子修的 不是像 不是像个修车厂 你修个车 你有时候 比如说某些地方坏了 你修 修个车都要 呃 一个星期左右 他不是说 更何况军舰 这个所以说 这个东西 他不是那么 那么容易 然后 需要大量的人力 然后呃 就是说资源 包括 呃 那个厂房的建 我觉得他那个 建厂房 他都要很长时间 所以 呃 这个怎么说呢 都是一个长远的一个 战备的一个考虑吧 所以啊 这些 这个 因为很多 具体的情报 机密的东西 他不会 公布 是吧 所以就是一个 光一个结果 就可以知道 接下来啊 未来 他会发生什么 都可以判断 判断啊 就是 美国 从中俄的 这个 他们的相应的 未来的计划 了解多少 啊 并且你看到是 他这个 对这个 时间啊 把控的 也是很精准 他既没有说啊 如果说 他说都不用那个 如果说明天就开战 那可能就来不及 你这搞也没用 是吧 如果是20年以后才开战 啊 那你现在建 那也太早了 蛮浪费时间 是吧 你放那里 如果比如一年就建好 这个修理啊 维修集体 那剩下19年 你这个军舰 基本上用不 都不会咋 因为美国的军舰 是吧 基本上那绝对啊 那都是很稳定的啊 他说的是战损 你说怎样的情况 才会要 在日本搞 那说白就只有战时 美国的军舰啊 就和平时期 现在在美国 东海岸 西海岸 这些维修 他已经完全都足够了 这么多年 美国都运转下来了 是不是 从来没有说 把军舰拉到什么新加坡啊 什么 之前这么多年 为啥不在日本修 他现在考虑的 就是战时 说实话 就现在和平时期 他的整个的军舰的啊 这个几十年啊 他的故障率啊 破损率啊 实际上他都 在美国本土修 他早就已经啊 这个都 都完全吃得消 一点事都没有 现在就是考虑 进一步 战损的状态 那就得要扩大 所以整个啊 情况 大家看 就是 无论是 这个结果就表明了 他的这个起因 是情报 各方面 作证 最终 导致这个结果 啊 所以 这个大家也看啊 其实都在全面 各种准备中 好 路德 那个 先生 最后再分享一下 我 我 我补充一点 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案例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前几年 那个 海狼级的 那个核潜艇 在 南中国海 不是被 编毛铁链挂钩 给搞了一次吗 你看 就是因为附近 没有维修基地 他们只能够上 然后 颠簸那么 几天 颠回 那个圣地亚河的 那个修船场 如果说 那个时候 日本有 有那个 维修基地的话 你就不用开那么远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就是这种事情 对 是的 好 咱们这期 陆博节目就到此 别忘了 点赞分享 谢谢 阿尔先生 再见